近期台湾发生多起民众求职 遭到诈欺 虐待囚禁 严重危害到治安 当安分局日前晚间执行了青楼专案 统衡警力针对民宿 日租套房和其他出租大楼 全面清查救援被害人 展现打击诈欺反罪的决心 警方迅雷不及掩耳进入旅馆 接着破门攻坚 救出被施虐软禁的被害人 短短几个月下来 包括新北桃源等地 都发生多起民众求职不成 反被诈骗集团拘禁施暴 甚至提供名下金融账户 供诈骗集团洗钱 沦为诈骗车手 而为了防范台版柬埔寨悲剧重演 台北市警察局大阵仗执行 青楼专案 全面清查旅馆跟日租套房 指导恶徒潮穴 全面实施清查 能够逐一地发掘他的行踪 民众如果有遭到 这些不法的歹徒 强压制各银行提款 务必在银行柜台中大声呼救 我们台北市警方 也全面跟各个银行来做宣导 发现这些问题 警方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到达现场 指导恶徒巢穴 波利市跟诈骗集团宣战 警方提醒 诈骗集团一改过往 透过前客招募车手模式 改以网络社群刊登求财 以及贷款资讯来诱骗民众 再以面试 审核贷款等等理由相约见面 等到被害人前往指定地点 立刻遭到拘禁 近来可以以高薪海外求职为诱饵 诱骗民众离境 再结合人蛇集团 强压被害人从事跨国诈骗 警方守护民众生命财产 宣示将权力打击诈骑犯罪 保护民众安全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住在内湖区的60岁 专性妇人 自称孩子在大陆经商 来电告知公司 需要150万元的周转金 因此急忙到银行来汇款 但行员觉得很奇怪 通报远警前来处理 经过查证 确实是诈骗电话保住 付了妇人的血汗钱 一名年约60多岁的张姓女子 日前到银行柜台 汇款到大陆 但因为金额太大 行员察觉有益 急忙通报内湖港前 派出所远警前来处理 没想到真的是一场诈骗 张姓妇人的孩子在大陆经商 来电告知因为公司生意不佳 无法缴付贷款 希望能够占借150万元周转 妇人爱子心切 急忙到银行想要进行汇款 经过远警确认 毫无借款一事 妇人才惊觉遭到了诈骗 感谢警方与行员的及时发掘与确认 为他保住了血汗钱 这张话长报道 台北市立动物园 18岁的大猫熊团 团病况恶化 19号癫痫在发作 医疗团队行列放手决定 人道来处理 让团团在麻醉沉睡中 停止心跳 原方除了解剖离青病情 也将保留皮毛骨骼制作标本 相关的纪念活动正在规划当中 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猫熊团团 11月19日上午因病情恶化 医疗团队研判病况已经不可逆 决定让他在麻醉中沉睡 不再继续受苦 继续让他 即使是麻醉以后 要让他苏醒 可能对团团来讲 都是极大的风险跟痛苦 确实他实在是要自主生活 或者想要恢复都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虽然不愿意 可是仍然最后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让团团顺利地继续沉睡 团团当天凌晨先后发生三次癫痫 紧急施打药物后 癫痫症状依旧持续 随着他清醒时间变少 红血球持续下降 基地越来越差 生活痛苦指数越来越高 不得已只能做对动物福祉 最有帮助的决定 比如说他的红血球 数值开始变得比较少 慢慢出现到贫血 然后他的一些肝功能指数的部分 因为用药以后 他开始有出现 慢慢的往上飙升的一个现象 那再来就是他的一些 就是刚刚讲的他采质的状况 其实并没有像回复到以往的那样的一个数值 原方将进行病理解剖 尽可能保留团团的全部皮毛骨壳 希望能制作生态力资标本 同时也会尝试活体细胞保存 后续会再规划相关纪念活动 希望陪伴台湾度过14年的动物明星 能在大家的祝福下一路好走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不到 台里率先在今年三月全面提供 三万名国中女学生 每人每月兑换免费生理用品 希望推广月经平权 而考量到女学生出金的年龄下修 台北市教育局在宣布 从明年开始要全面补助国小五六年 击生两万名女学生也能够来兑换 同时推出赖贴图 供民众免费来下载 宣导月经平权和校园反霸凌 女学生生理期不舒服 男同学主动关心 还递上生理用品 这是国小校园宣导月经平权的行动剧 考量现在女学生出金年龄下修 台北市教育局现在无所国小事半 免费提供生理用品 预计从明年开始 全面补助两万名五六年级女学生 也能到超商免费兑换 要来倡导所谓的月经平权 也是说透过这样一个 来让校园里面去重视 说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我们希望这个女生 或是男生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自然 台北市率全国之先 从今年三月起 免费提供国中女学生到超商兑换生理用品 每月两百元可以选择十一种品牌 现在在宣布补助年龄下修到国小生 消除月经贫穷 另外还设计八款赖贴图 供民众免费下载 宣导校园反霸凌 我们在十一月二十号 那只要透过这个赖里面的关键字 比如说反霸凌月经平权 这关键字搜索 就可以去免费来下载这个贴图 响应国际儿童人权日 台北市推动校园平权和反霸凌 透过手机贴图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 同时呼吁学生遇到霸凌事件 要勇于向师长反应 护士拨打1953专线 寻求协助 建立友善校园环境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长期在两岸推动和平理念的 事件和平清善会 举办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继四周年和平盛典 主办单位邀请到国宝艺术大师 李可梅担任永久首席的艺术顾问 李德森老师担任永久艺术 清善天后 受证仪式的场面是相当热闹 活动一开场 就由惠吉祥大活佛 为世界和平清善会 举办的会员大会 祭祀中年和平盛典 进行祈福 历经疫情期间 推动世界和平 不予余力的组织 这次改选李坚士 同时宣布 未来将推动经贸 宗教及艺术三大面向的 交流与互动 我们这次大会 特别聘请两位艺术大师 李可梅 以及李德森大师 来做我们这次的顾问 这次又增加了一个 两岸艺术交流会 聘请李可梅大师 作为主任委员 披挂彩带 戴上后冠艺术家李德森 受邀成为清善会 永久艺术亲善天后 并回正与父亲李可梅大师 合作的画作 这一路走来 这一路走来相当不容易 长期之旅推动艺术发展 及相关教育的他 希望藉由文化推动 让艺术融入生活 也让和平理念传达到每个人心中 我只知道从小就是努力 努力 我比别人 别人画八个小时 我就画个十个小时 我只知道说 我能够把我的艺术 带给大家快乐 那今天刚好 我们的世界和平清善会 有这个舞台 所以我要带动 全世界喜爱艺术的人 喜欢绘画的人 让他们知道 唯有绘画艺术 才可以让文化带给全世界 在两岸经贸及宗教艺术领域上 都有极大贡献的各界领袖 纷纷出席 并在会中颁发礼监事批认证书 受到疫情影响 睽違两年再度举办大会 各界精英都到场祝福 为推动世界和平的理念 持续努力 记者是命轮 台北报导 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 机查取缔之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 则以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为 百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即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仍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吸收马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证述 感谢您 专业盗播电视频道 是典型网络犯罪 购买盗版盒 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 力挺刑事警察局 静评专案 打击盗版非法行为 只要检举成功 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 可获得奖金一万元 支持静评专案 全力扫荡 非法OTT机上河 是不是 以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练球了 小匠是吧 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家的感觉 可以很放心 只要你不放弃 爸爸永远都会是你的守门员 打开家门 让爱住进来 新美市议长蒋根黄 在选前的黄金中 举办了肇事大会 包括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新北市长侯友宜等国民导大佬 都到场来站台助选 并且拜托地方乡亲们 全力来集中选票 让蒋跟黄可以高票来连任 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新北市长蒋跟黄则在选前黄金中 在新庄小巨蛋前举办肇事大会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到场站台助选 并拜托地方乡亲全力集中选票 一起支持负责任 真正打拼郡设新北市的郝毅章 各位新庄好朋友 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新北市现在第一大是板桥 板桥已经饱和了 现在第二大都新增 未来 基隆 新北市 大八市 桃园 正好加起来有1000万人 这是台湾生命力最旺盛的地方 最重要就是新北市 把台北市包起来 上街基隆 下连桃园 正好 我们有一个负责任 认真 勇心 打拼 蒋根皇议长 各位亲爱新庄乡亲 我们更重要的这一票投给第十二号 蒋根皇 我们支持一个有为有守的议长 全力集中选票 在蒋根皇议长最虚弱 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选票 做他的后盾 让蒋根皇议长 站在新北市议会 代表我们新庄 全部的利益 拜托大家 紧接着后 由于市长表示 新庄温子均广达400公顷的土地完成迁移 他要感谢议长及大家的配合 市长说蒋根皇议长一定要继续做 让他可以和议长携手合作 将新庄变成北台湾的中心 我来到这里 感谢我们在庄所有的乡亲 感谢我们后面所有的理长 大家在选 大家都在拼 你们的听声 是我和理长 和我们竞争团队 充满信心 带着新北市的健康快乐 有希望的未来城市最大的力量 我会跟蒋議长 跟所有的理长议员 并肩作战 让新庄更好 感谢我们庄新市长 继续把我支持 让我当党三 三个的议员 两个的议员 再次的感谢各位 我们建国一路 我们的公托 都开始继续在做 继续在政策 未来的国 政策更多公托更多优定 让你的孙子的侠 让中国你不优定 你说话没有 北北基桃族的中心点就在新庄地区 蒋跟黄姐强调 未来会有六条捷运跟一条轻轨 在此将会让新庄更加的繁荣发展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 九合一大选倒数黄金中竞选连任的新本市长侯友宜 特别到绿营 变好传三重卢州来进行车队扫街 并举办了招式大会 希望在大家勤心协力之下 这股改变的力量能够可以持续往前走 让新北越来越好 新北市长侯友宜已抵达三重竞选总部 受到里长们及竞选团队列队欢迎 现场动算声不断 九一大选倒数黄金周 竞选连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特别前往绿营票仓 三重卢州进行车队扫街 并举办肇事大会 出发前 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隆 和三重竞选总部主委朱俊晓的妈妈 分别执政侯友宜包纵吉祥物 而三重竞选宫也执政战棋 祝福侯友宜起开得胜 高票连任 最后一礼物我们就要不断的充斥 争取我们最大的显明的支持 等待11月26号 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一段时间真的谢谢大家的辛苦 参加辛苦 我们所有的竞选团队真的好辛苦 侯友宜除了感谢竞选团队的辛劳 也感谢里长们的努力 让三重如洲变得很不一样 希望这股改变的力量 能继续往前走 我看到外面满满的东西一定 都是我们的第一帅工作伙伴 充满着热情 为这块土地做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有你们的努力 我们的大家一起合作 让三重跟如洲已经变得很不一样 我相信这个不一样 是能感受的很期待 我们带着这个领标 让所有人出来投票 改变的力量继续往前走 紧接着侯友宜登上扫街战车 展开三重如洲拜票行程 扫街车队浩浩荡荡 从三重竞选总部出发 沿途经过大街小巷 侯友宜恭敬地向市民挥手致意 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热情回应 显示出侯友宜的高人气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这个星期六就是九合一地方选举日 在上星期周末 各候选人视为选前的超级星期六日 都举办了大型的招式活动 而新北市议员第一选区候选人蔡景贤 在淡水新市镇举办了团结之夜招式晚会 超过三千多人 共襄胜取场面是非常壮观 声势也相当好大 这个星期六就是九合一地方选举的投票日 上星期周末 各候选人视为选前的超级星期六日 都举办了大型的招式活动 而新北市议员第一选区候选人蔡景贤 在上周六 于淡水新市镇更举办了团结之夜造势晚会 现场满满的支持者 挥舞着旗帜 超过三千人共襄胜举 场面非常壮观 声势也非常浩大 现场还有淡水一姓主席 麦胜刚前立法委员郭素春 前台北县副县长蔡家福 以及前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都担任活动嘉宾 为蔡景贤站台拉票 活动开场由宋坤传逸的舞师战鼓表演 为活动开头 声势拉台 群众热情大喊唯一支持蔡景贤 以及东方炫舞团与吴玉璇的精彩演出 除了多位政坛大咖的出席支持之外 更安排了许多的歌舞表演 包括了小太阳舞团 创作歌手李东轩 实力唱将陈怡婷 木匠歌手陈思维 金马奖得主吕雪凤 以及康磊与张红的精彩主持 为肇事活动气氛带到更高点 可以问你像是究竟啦 只你听得到心情把你都爱了 也许说 在我当预言 我们淡水 参加做梦巴黎 所有的力量 为我和第一个事情都做好 我们继续交通道路 追高力化 坦坦 在这里感谢大家 大家支持 靠用 我愿意 会比较理解 打招 为大家 共同来 开关我们 北海地区 淡水地区 的观光 继续 共同来打招 第一 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共同来打招 你支持我 我继续招 交通 跑到我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蔡锦贤 带着已经沙哑的喉咙声音表示 过去在淡水巴黎三支石门区 争取许多的建设与福利 包括了交通建设 社会福利 为教育学校争取软硬体等等非常多 对于地方来说相当照顾 而现场看到这么多人 还有将近20位的里长到场陪伴力挺 让他认为连任之后 一定要把淡水的交通打通 服务做得越来越好 向市民争取认同 期盼能够用从政经验 真正的为民服务 阿东山东山 蔡锦贤 六号 蔡锦贤 六号 蔡锦贤 六号 记者许多英淡水采访报导 新北市第一选区候选人 彭丽慧在昨天选前的 超级星期天晚上 在淡水国民运动中心前的广场 邀请到明华园总团 举办了一场感恩文化饗宴 而明华园当家小生 孙翠凤上台致辞时 跟力挺彭丽慧 要大家把他送进新北市议会 距离九合一地方 大选剩下五天 新北市议员第一选区候选人彭丽慧 在昨天选前的超级星期天晚上 于淡水区国民运动中心前方广场 邀请到明华园总团举办一场感恩文化饗宴 而在开始前 候选人彭丽慧 与在场的支持者热情的互动 现场满满的人山人海 超过3000人参与 而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 上台支持的时候 跟力挺彭丽慧 要大家把他送进新北市议会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明华园孙翠凤老师 能够来到现场 然后来挺彭丽慧 那孙翠凤老师知道 丽慧在第一选区 虽然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优秀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是在当选的边缘 还差一点点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来帮帮忙 那当然孙翠凤老师的明华园 可以说是一百年来第一次来到我们淡水 所以你们看到现场超过3000的人 所以我想是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艺术文化的饗宴 很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彭丽慧 孙翠凤表示这一次有这么盛大的演出 让大家可以欣赏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因为候选人彭丽慧的婆婆 同时也是秋兰歌仔戏剧团的团长徐秋兰 她与孙翠凤是20多年的老朋友 因此也非常欣赏彭丽慧的学士与服务热忱 更希望大家支持这样子的候选人 另外在好戏登场前 台上除了明华园孙翠凤 候选人彭丽慧 还有国策顾问吕子昌 前立委吕孙琳 一起进行发售淘的仪式 象征把福气分享给大家 如果我今天要跟各位婆婆 我才知道她娶了一个 这个好年载的媳妇 这个媳妇也是教育家 淡江大学的教授 她教了很多好学生 她刚才说的 故故属性 她说她婆婆跟我的结缘属性 她说她在教主教很多学生 学生对她都非常好 正面的期待也是事实 我要给大家拜托 吹我如果说我们用掌声加尖叫 来把彭丽慧支持这样好不好 来去代表彭丽慧 要让她温柔的感恩大家 这一次演出的戏码是剑神旅动兵 台下的观众多到椅子座位都不够 两旁都是满满的人潮 候选人彭丽慧表示 她是一位政治新人 新人需要更多的支持 她强调过去在淡江大学任教的时候 交过七千多位的学生 大家都说彭老师教得非常好 而这一次也有许多交过的学生 毕业后要回乡力挺彭博士 而这一场活动声势浩大 候选人彭丽慧更期盼 能够在这一场选战当中 顺利当选前进新北市议会 记者许多人淡水的采访报导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奶奶 奶奶 我是叫你 停在安全的地方等 看红绿灯集来车 听车辆警示音 再走行穿线 就是斑马线啦 哎哟 新人听看听 才是安全好习惯 字幕志愿者放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已11月份起开放收费停车 有效疏解了当地的停车需求 泰山温载郡四地重划区期间 新北市政府为疏解地方停车需求 交通局先行利用地震局完成整地的空间 开辟完成11处停车场 日前在泰山庄泰路与专亚错路口北侧 又新建一处临时停车场 并于11月份起开放收费停车 新北市在温载郡地区已经陆陆续续开辟 第11处停车场 这一次是在文中二停车场的用地 总计会提供106个停车空间 这处停车场共计有106个汽车停车位 76个机车位 收费时段为平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止 每4小时收费一次 每次新台币40元民众可多加利用 每次的一个收费的状况 上午和下午各收费一次 那每次收费40元 如果说您有停车的话 晚上的时间是不收费的 区长林庆峰指出新闭完成的停车场 对邻近的大厦住宅民众停车相当便利 交通局闭建临时平面停车场 有效疏解当地停车需求 记者虎宣泰山采访报道 林口志强公园内部分的设施已经有损化在里长的提议之下 公所进行的修上并征设了两座的体建设施 同时在公园内片植玉龙草绿美化 改善后的公园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位于林口区自强三街赞天宫旁的自强公园 是通往泰山五谷必经的地点 也是附近居民休闲的地方 由于常年使用率高部分设施已有损坏 今当地东林里长陈鸿斌里长建议整修 并与公所团队研议改善方针 自强公园的这个地点呢 因为位储这个比较浓密的树荫底下呢 所以就是比较容易潮湿产生青苔湿滑 那造成这个民众行走上的一个安全疑虑 所以在我们陈鸿斌里长的一个建议之下呢 我们今年做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工程 郑书文课长表示 体建设施下方的地点 由于常年在树荫下已有损坏情形 这次工程将橡胶地点翻新 并增设两座体建设施 同时在公园内片植玉龙草绿美化 增添公园生气 那现地呢我们除了更新这个我们弹性地点以外 我们也就是换了两座的这个体建设施 另外呢针对比较空旷的这个土面的部分 那我们也补植了一些芋龙草来做一个环境的美化 改善后的自强公园不一样了 环境设施的翻新增设 让止滑缓冲安全性加倍 公园也绿衣盎然处处充满生机 让人犹如长阳在大自然分多金里 记者虎宇轩领口采访报道 细子区厚德里这几年来 一直在进行里内的绿美化 其中在张树国小周边摆放了金鹿花盆栽 环境变好 不过一两百盆的花要照顾起来可是不容易 幸好有志工帮忙来浇水还有几乎是随时随地在修剪造型 让每颗金鹿花都呈现保持圆形的球状 美化监禁创意 接近中午顶着太阳志工拿着剪刀修剪花木的手可没停过 厚德里绿美化兼顾创意 在张树国小周边的人弦道上全都摆放了这一盆盆的金鹿花 上百盆的花里长只有一双手 找个不来幸好有热心的志工任养 其中这位李树林退休前是做园艺工作 有点底子现在当了志工 就为居住环境尽奋心理 随时经过随时修剪 要把每颗金鹿花修得圆滚滚 还没退休以前就是在做园艺方面的 退休以后就这个在里内看里长做得很好 把一些喷栽修剪方面我就来帮忙这个修剪 对这个这个里内的社区方面的美观看起来比较舒服 那对里内的那个立美化 他的贡献真的是蛮多的 因为他退休之后 然后一个在家里 那时候我在里内在服务的时候 他看到说里长 有没有需要志工 我来帮你做志工 我说当然好 那他说 我说你是专业哪一个方面 他说他是研育方面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说我们里内的这些花 花草还有我们的公园 都是由他在修剪的 眼望去靠近徐守钢廷这一侧几十盆的金鹿花 都像球一样 而这造型一维持就是好几年 除了平时浇水修剪花木 也花了很多的心力 有时候一个礼拜就得修剪一次 维持住球型的造型 不但环境变好 也让路过民众看了心情也变好 志工也很有成就感 不小心就会把盆栽剪坏掉 所以说这个要练一段时间的功夫 不是说随便拿起来就能够剪 还要剪得漂亮剪得像一个圆形的 要梳起来要有一个圆非常的圆 这比较好看 盆栽我们大部分分了三个七块 因为一路那边也有一个志工 李树青志工在剪的 这边二路跟公园里面的花草是他剪的 那另外一边是由我们宜春坡 志工在修剪的 所以说我们虽然有一两百棚这个金鹿花 但是我们有三个人在分工合作 金鹿花种在这里已经种了十几年了 依然是这么的严严满满 当然你们走过去看了之后 觉得说这个金鹿花都有在照顾 所以说他们都非常 如果有碰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一定要给他比个赞 一张感谢志工长期以来的付出 大家一起努力为里内营造不一样的路口意向 让后得力生活品质不断的提升 这场惠林细子采访报道 新庄立庭里办公处举办了爱心跳蚤市场义卖的活动 吸引了将近50多家的摊位来共襄盛举 里长感谢社区民众热心响意 里长说所有的义卖所得将会全数捐赠给慈善团体 作为关怀弱势基金所用 他希望能将小爱化为大爱 持续办理下去让温情满人间 做公益不落人后 新庄立庭里办公处每年都会举办爱心跳蚤市场义卖活动 吸引将近50多家的摊位共襄盛举 里长表达感谢社区民众热心响应 将近53的摊位部分 有吃的 有我们这个衣服 二手衣的拍卖 也有一些我们三西家庭用品 包罗万象 那这一次活动部分 参与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欧洲村 来享受一个悠闲的时光 这个活动其实主要就是增进我们澳洲村 祝福的就是一个尊庆墓领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参与 这个活动可以增加社区 跟一个地区的大家联合 还可以做公益 可以帮助一些弱势的团体 因为看到力廷里长积极主动投入社会公益活动不间断的爱新议局 多位里长也加入阵容 不仅号召全家总动员 而且还当起了采购主 希望用行动来帮助弱势 觉得他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所以说我们来来共襄盛景 我们两个里长到这边来消费 让我们爱新基金能够增加一些 感谢起里长这么多人公益做得这么好 透过活动达到敦清墓里 里长也说所有的义卖活得将全数捐赠给慈善团体 作为关怀弱势基金之用 他希望将小爱化成大爱持续办理下去 让温情满人间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道 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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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